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大量回收电器和电脑零件 令火烧得比较猛烈 两个消防员吸入浓烟不息 一个工人在铜锣湾一间社字楼电脑机房维修时 发生火警和轻微爆炸 工人被烧伤送丸 消防初步调查认为事件涉及后备电池 起火原因无可疑 47岁的维修工人面部、胸部和手脚都被烧伤 救护员用保鲜纸和纱布为他包扎 然后再用担架台走送去玛丽医院治理 现场是铜锣湾威飞路道 曼国宝通银行中心六楼一间银行家办事处 一个维修工人 在电脑机房维修时 电脑突然冒烟并且发生轻微的爆炸 政府关外基金建议为清贫学生提供资助 给他们有机会游学 有旅行社预计如果建议能够顺利通过 暑假游学团的生意有机会增长八成 负折学校长假期有家长大同小朋友一家大小 参加游学校和旅行社合办的游学团 参加这个北京七日游学团 每个人要给大约8500元 旅行社预计如果关外基金的建议能够顺利通过 暑假游学团的生意有机会增长八成 下期新闻简报在10点14分